好 继续带你看到玉西基地区农会呢 在8月9号在农会的推广教育中心 举办了112年 一期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 乡镇赛 食品官能评鉴季颁奖典礼活动 那么豪米祖冠军是黄紫怡 那有机米祖冠军则是康明义 那其中豪米祖冠军的先生杨朝富 同时拿下了有机米祖的亚军好成绩 那么贤抗力在种植稻米方面是非常的用心 他们希望在全国赛能够为玉里地区 拿下更好的成绩 入围者的稻米分别按照数字排列整齐 评审也都评比完毕等待成绩 这期玉西地区农会8月9号 在农会推广教育中心 举办112年 一期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 乡镇赛食品官能评鉴季颁奖活动 希望说今年因为老天爷帮忙天气很好 那我们的水稻的那种重量都很高 所以希望说今年我们除了这边 今天比出来以后能够在全国赛 大家有很好的表现 豪米祖的冠军是黄紫怡 有机米祖冠军是康明毅 其中豪米祖冠军的先生杨朝富 同时拿下有机米祖的亚军好成绩 鲜康明在种植稻米方面非常的用心 他们希望在全国赛能够为玉里地区拿下更好成绩 我自己本人拿到那个有机米第二名 有一点失望 但是很庆幸的 我老婆的那个冠型的拿到第一名 啊真的很高兴 也很久没有比这个冠型的比赛 啊这一次参赛就得第一名 真的很高兴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说 玉里是全国稻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 也是花年县内重要优质种稻的座区 品质更是全国赛的长盛军 也期望两位冠军得主代表玉西地区农会 出展农业部农粮署主办的 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 全国赛中再度拿下好成绩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